是胖瘋疾病。 我的爸爸在一次的感冒中 酒殼一直沒有好 然後就是去醫院檢查 醫生宣判說他是肺癌末期 那時候醫生告訴我說 大概剩不到三個月的生命 除了配合醫生的治療 我開始研究說 从他的饮食上去做一些改变 这两个人的相继离开 对我的影响很大 那也因为他们的离开 让我体会到说 健康真的很重要 健康就要从改变饮食开始 我从不懂 到我慢慢了解一些 健康饮食的观念 那我就讲说 我要开一家餐和店 然后它跟一般便当店 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是把我给家人吃的餐 卖给我这边的上班族 我的客人 那我也希望来这边 凯莉厨房消费用餐的人 都可以吃得健康又安心 因为毕竟每天都在外面 外食的族群真的很多 一开始决定要做的时候 我就自己清晨四点多 上菜市场去买菜 凡事都自己亲力亲为 然后不会开车 我就坐乞乘车 然后就把菜买来 我当初我想要做的餐盒 就是我不要像一般的健康餐盒店 因为坊间的健康餐盒店 都是强调水煮很健康 但是水煮能够长期吃的人 有多少 就像我的爸爸 我一开始做这个餐 他不太能够接受 我后来去想着 我这个健康餐 是要让大多数的人可以接受 可是它又口感上不难吃 可以长期去吃它 这样子才能够去改变 掉我们的饮食习惯 达到健康的诉求 所以我成立这个店 我就说我要做好吃的健康餐 我用少油少盐 我尽量用清炒水煮清蒸 我不油炸 可是我一样去让我的食材的口味 可以比较丰富 而不单单只是水煮 那我的食材我也很坚持 我一定要用很新鲜的 像我的鸡肉猪肉 都是用当天市场现宰的 从我开业以来 我从来不用冷冻的肉类 我都用生鲜的 菜类也是很早便当店的配菜 会有水莲 过猫 彩椒 青花菜 这一些比较贵的食材 这些很常在我们的餐盒里面出现 那因为我报纸的就是说 我这个便当做的是要 给自己人吃的 里面在做 我希望每一个人 都可以吃得很健康 我开这个家店不是 主要不是为了要赚大钱 而是希望说 我就是让来我店里用餐的客人 大家都可以吃得很健康 那我也很开心说 我一路走来 真的有很多 得到很多客人的一个肯定 就是包括我的每天的餐盒里头 会有六样新鲜的食蔬 那一般的 它可能没有到这么多种 不管鸡蛋多贵 我们都还是一定会有 可是我不想要因为成本的涨 而去牺牲掉我的品质 那为了就是想要让客人都可以吃到 新鲜很不一样的主菜 那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挪威鲑鱼 是日本料理店生鱼店等级的鲑鱼 一般在便当店 绝对不会有人 是用生鲜等级的鲑鱼 那个价格很贵 可是我对食材的坚持 我觉得说我不想要用冷冻的 所以客人吃了就知道它不一样 在那个创业过程中 其实说真的挫折困难还不少 那有蛮大一部分 也会来自于厨师的部分 因为毕竟我对他们来看 你就觉得你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人 那有些比较有经验的厨师 有时候他会觉得你 你什么都不懂 他会觉得你不懂 然后甚至于他会在你面前 就是在过去他们的经验上 他们可能在餐厅 他们就是必须要加这些 他觉得炒菜才会好吃 可是我可能就会很坚持 我的店不用这些调味料 那一开始也是会 就会比较心态上会抗拒 或者会觉得说 这样做出来的菜不会好吃 但是我就会很坚持说 照我的理念去做 那慢慢去调整 我这边的就是一定要 少油少盐的方式去料理 那慢慢一段时间久了 他们慢慢会发现说 你的坚持是对的 其实他们有时候也看到说 的确会来吃我们餐的人 他就是喜欢 他就想要健康 他就是喜欢这样比较清淡的饮食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我今天没有厨师的时候 我的店我还是要照样开门 我凯利厨房招牌挂上去的时候 我每天就一样时间长 我就只要开门 没有厨师我自己来 我都要上场 我开这家店里里外外 每一样工作我自己都能做 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决心 跟一个意念 所以让我的店有好几次 跨险为宜就是我就自己一个人 因为我一开始我的店 我没有任何朋友家人 我是自己一个人但他不懂 所以有时候你会被你的厨师 会欺负你 对就是会觉得说 他觉得他才是专业 我还有一个厨师他跟我讲 你虽然是老板 但你不能进来厨房看我的冰箱 冰箱是厨师的 我觉得我很不能认同 因为我很在意我的食材的 新鲜或者我很注重我的环境的卫生 冰箱是不是干净清洁 有时候我会去那个 他说我不能翻他的冰箱 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你都遇到过 那也这样子一路站过来 我其实我也成长了许多 我也谢谢他们 每一次每一个人都教会了我许多事 那我也一直从每一个不同的挫折问题 我想到的都不是放弃 而是怎么去解决它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眼前这个问题 一次又一次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对 那就一路坚持到现在 我从开店到现在 几乎每天来吃饭的客人也很多 那有一天有一个公司的秘书小姐 因为她每天来帮他们的老板买我们的餐 有天她告诉我说我们老板说 你一定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我说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的老板没有见过我 为什么他这么说 他说因为他看到你们的餐 你们的里面用的食材 他就觉得说老板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我说是的 我今天如果说我是要以赚钱为目的 我可能不会做这个 对 那真的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在做事 早进来的员工我都告诉他们 或许你们在其他地方 老板多赚钱都跟你无关 可是在我这里 凯六厨房 有没有赚到钱都跟你息息相关 因为我会分享 我是会分享的老板 我赚的钱 我都发奖金 我每个月我都会跟员工分享 因为我觉得 如果没有这些员工 成就我的厨房 我是觉得我们是互相 我们是伙伴 支撑着彼此 所以我也把员工当成 就像家人朋友这样子 只要我赚钱 就与你们有关 我一定就是会分享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我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到现在 那我也很希望说 可以就是说从我的员工中去找到 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想创业 可能因为资金不够 或者是经验不足 那我真的也很想要说 从自己的员工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个合伙人 一个伙伴一起创业 就是在将来我们可以把我们这样子好的一个 健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 一个观念跟健康餐 可以吹广到其他的县市去 让更多人也可以吃到 我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跟老板娘在面试的时候 我有跟她讲一下我的状况 那其实她也很体谅我说 她知道我是单亲妈妈带小孩子很辛苦 对其实她就是给我一个工作机会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我满开心的 对然后老板娘其实对我们大家都很好 然后其实她跟一般老板不一样 因为一般老板主要是以赚钱为目的 她没有 她其实也是以客人 然后以员工的那个方向去做 主要是这边食材是当天现来现做 分调方式都是少油少油 因为以前没有这样做过 因为一般以前的厨师都不会这样做 像一般便当店都是重油重口味 对不对 我们这边是主要以健康为主 对对对然后其实客人也大发反应都不错啊 对对然后这边在这边上班其实很快乐 就要谢谢老板娘给我们这样的舞台 让我们发挥自己的专场 对对对对真的很谢谢老板娘 那这个整个环境是跟大家一起工作是很开心 对就是不会就是很有压力这样 那我这边学习到了很多 那他也很肯定我的工作能力这样 我觉得这边的客人也给我很多 算是支持 因为他们来 有客人就反映说 你们好像一家人 就是来到这个店的感觉 就是很和乐融融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我也有遇到客人 就是有请我们喝饮料啊 或者是拿吃的啊 对所以我觉得 在这边其实很温暖 对很温暖 然后这是我会想待在凯莉的原因这样子